在四川省梁山州演员县卢姑湖镇大祖村 有一所毗邻卢姑湖的小学 大祖小学 很少有外人知道的是 这所摩梭传统民居风格的学校 是17年前由一群台湾人所附建 3月中旬 孩子们课后来到操场上 跳起了大体舞 来自台湾的尤静芬 如往常一样 在一旁看着欢乐的学生 作为这所学校的理事会理事长 今年60岁的尤静芬 17年来 一直负责学校的资源整合工作 2004年 他和台湾好友所组织的团队 本想来卢姑湖发展生态农业 发现当地教育资源稀缺 团队便在台湾筹款 附建了当时因教育资金短缺等原因 被彻点并校的大祖小学 附建后的大祖小学 从仅开设学前班 到2010年建成完全小学 校园面积也从最初的三四亩增加至八亩 那来了之后因为当时 这里确实经济还是比较困难 所以有很多的孩子没有上学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开始开办了助学 这当中是有不断的社会力量进来 那尤其我们刚开始可能 我们台湾人发起没有错 最早附建的时候 但是你看参加了村民 大家踊跃的参加建设 还有后面很多的资金投入 其实都是我们很多的朋友一起参加的 保证达祖小学正常开课的同事 十余年来 以邮靖芬为主的台湾公益团队 还在四川云南开展助学工作 目前团队平均每学期 要为800多位学生募集 并发放1000元助学款 我们的方向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 在经过这些的学习之后 经过我们的交流之后 能够不只是说走得出去 还要走得回来 就是说他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权 而且当他以后长大了 不管他人在什么地方 他能够感受到他成长当中 是有受到助力的 所以他也能够在别人需要的时候 伸出他温暖的手 去温暖这个社会 如今定居在卢姑湖镇的 尤靖芬很少回到台湾 但他仍经常跟台湾的好友 分享自己在这里看到的变化 我常常跟朋友说 我觉得梁山这几年的交通建设 是真的是不可想象 在我们早期 我们去学生家家访的时候 一天有时候都走不到一户 还要在学生家过夜 那现在差不多从15年开始吧 就明显的感受得到 那个路的建筑 有时候真的是通到他家的门口 就是我们在走访学生 就便利很多 一天可能四户五户六户都可以走得到 这个交通的建设是真的是 很惊讶 学校复建至今 前前后后来达足小学 进行长期或短期支教的老师 已达到上千人次 同样来自台湾的90后 陈一词就是其中之一 18年的时候 我在网上看到了卢姑湖的资讯 这里居然有一所台湾人 复建的学校 就是达足小学 然后我就觉得 好吸引我 然后我就跟有老师联络 说我有这样的兴趣 想要过来 原先我是想说 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然后没有想到 就因为缘分的缘故 我就找跟村子里面的人在一起了 然后后来就结婚 现在也生了小孩 所以目前 应该会长期的待在这里 从支教老师 到嫁入梁山的台湾媳妇 陈一词对自己的身份转换 十分适应 在她看来 自己的选择也在帮助更多的台湾人了解大陆 到这边之后 然后我们回台湾 其实亲友对这件事情都会感到很好奇 你在大陆做什么呀 那你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呀 所以我们就会跟他们分享这些内容 因为我们在这里 他们就会对这里变得更感兴趣 然后更想要去了解 甚至是也来这里玩一玩 其实这对于促进两岸的交流是很好的 对于促进三岸的交流 我们在这里 所以我们在三岸的交流